我今天非常榮幸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毕业典礼的讲道 我在这里也代表着美国新教徒改革中神学院向各位祝贺 我们满心欢喜看到上帝的工作已经在台湾这里进行 然后我们也祈求愿他的国降临在这个国家如同他的国今天已经在天上 今天我们聚集这里是要去庆祝我们更加高兴 各位毕业生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的庆祝不单单只是与毕业生也包括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长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以及我们许多许多的朋友 Graduates, you have come to a time of completion 毕业生们,你们已经来到一个终点 A time when your formal study has come to an end 这也是你们正式就学研究的一个终点 Your writing research papers, your exams has now ended 你们写报告考试的时间已经过了 And you can celebrate in this great accomplishment 你们确实可以庆祝这一个完结点 God has sustained you throughout your period of study You must rejoice in this fact 上帝保守你们度过你们求学的时期 你要为此而欢呼而喜乐 When you consider Old Testament Israel 当你们去思念旧约以色列的时候 A often stones of memorial were set up 很多时候他们会设立石碑 And they were set up to remember significant events in their history 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去纪念他们历史当中一些重要的事件 Today is such a day where you can set up a stone of remembrance 而今天也是你们可以设立自己石碑的时候 But today we also rejoice And we give thanks to God for the wonderful works that he has done Dan今天我们也要欢呼喜地庆祝上帝所成就的事情 Today is also a day that we pray that God would work even more 今天我们更加要请求上帝更多的工作 And this will be the theme of our commencement address today 而就是今天毕业讲道的主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把今天正道的题目定为 祈求丰收,实现上帝圣约中的祝福 大家注意今天我们这一个时间叫做毕业典礼 但毕业典礼不仅仅如此,还有一个后续 是的,毕业确实意味着你的希伯来考试已经到了一个终点 但它却是你接下来一生忠心服事的开始 所以我们用一个起点,一个猜浅典礼这样子来开始,是合一的 并且要怀着一个祷告,依靠上帝的心 请求上帝派你去进入祂的河场之中 祷告,恳求神祝福我们,愿这一个遵守祂蒙约的上帝 会使祂的名让万民都听得到 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诗篇第67篇 而我们今天要专注来看这篇诗篇 那诗篇第67篇一直都被认为是旧约当中的宣教性的诗篇 有一位注释家在思考这篇经文的时候如此说 他说诗篇是一个喜乐的心正在阐述着他的心愿 期望看到这位上帝把他的名宣传到万国里面去 那现在你可能会问,为何在今天这个毕业典礼要选这篇经文呢 那当我们在反思这段经文的时候 希望这原因会变得更加的清楚 那我们看到这篇经文当中的祷告是非常带有信心,非常大胆的 这篇经文在启求的是这个上帝会让他的声明被遍布在世界各地 如同海洋的水遍布在海洋各地一样 你也可以说诗篇67篇就是一个怀着祷告的心的宣告 我们要期待这遵守盟约的上帝会把他的祝福导到百姓当中去 把他的祝福临到万国万邦之中 以吸引这众多百姓的敬拜者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两点 第一是祷告祈求神祝福我们 第二我们要思考神那丰盛的遵守盟约的回应 首先诗篇67篇在讨论的是上帝会祝福我们 当中各位可能知道 在这个希伯来文的诗歌当中 其实会使用许多不同的文学技巧和题材 比方说重复或者平行或者不同的图像 他如此做的目的是为了表达一些重点 诗篇67篇也是如此 虽然我们不太确定这篇诗篇是谁写的 但我们就知道这篇诗篇的目的是为了要公共崇拜而使用 这篇诗篇的标题就写着是要交给领长就是带领敬拜的人 然后这标题当中有写要配思旋的业器一同来歌颂 所以这篇诗篇是有很优美的诗歌题材的 然后你马上也会意识到在第三个第五节有重复 但你可能不会注意到的是这诗篇67篇其实是一个对称的结构 那各位毕业生们可能在你自己研究的过程当中你还记得这一点 对称的结构就是希伯来文诗歌题材中的一种排列方式 在这里他们表达一些观念 然后他们会按照一个逆向的方式来重新表达类似的观念 而往往重点就是最中间的那一句 所以如果我们看这篇诗篇的话 在第一节我们看到这里祈求是上帝的祝福 然后他的回应是在第七节 上帝必祝福我们 在第二节诗人祷告恳求神的道路和能力会让在世界各地都被得小 然后在第六节我们就看到他的回应 地都移出了土产 刚才已经提到第三节这个重复是出现在第五节 所以简单来说第一节对应着第七节 第二节对应着第六节 第三对应着第五 而第四节就是这篇诗篇的中间 这节经文是没有被重复的 其实就变成了这篇诗篇的核心 既然我们现在有了这篇诗篇的架构 我们再次看看诗篇是怎么开始的 刚才已经说这篇诗篇在祷告的是恳求神祝福我们 但诗人同时也祷告恳求神的脸光照我们 那对当时犹太人的听众或者是对我们今天来说 这节经文是非常明显的是在引用 民宿记第六章也就是亚兰的祝福 我们甚至可以说第一节其实就是这一个亚兰的祝福 就是祈求神把祂的祝福 祂的恩典倾倒在祂的百姓身上 大家记得上帝的脸也是放在这个祝福当中 这不是一个皱着眉头的脸 或者一个转离开的脸 而是一个临在同在的脸 一个百姓看得到百姓感到亲近同在的脸 一个迎接百姓欢迎他们的脸 我不太清楚中文有没有类似的表达方法 但在英文我们有一个类似的表达像是荣光焕发 或是眼睛明亮起来 大家可以视线可能一个父亲在上了一整天的班回到家的时候 他碰到他太太看到他的孩子奔向他 当这个孩子奔向父亲的时候 父亲的脸光就亮起来了 这其实就是喜悦的表达 也就是欢迎的表达 就如这个孩子奔向父亲受父亲的迎接一样 这个祷告也是表达一样的观念 这就是我们所祈求的 当我们祈求神的脸光照我们的时候 就是这个意思 祈求神的祝福就是祈求神与我们同在 祈求神与我们亲近 这就是祈求与神有一个非常喜乐 非常亲密的关系 各位毕业生让我问你们 这是你们的祷告吗 你们是否祈求上帝一样的方式祝福你们呢 于是你们与他连接 与他一起享受他的喜乐 他的爱 但在耶稣基督以外 你不可能可以经历到这样子的连接喜乐与爱 唯有在耶稣基督里 你能够看到神对你的笑脸 唯有透过与耶稣基督的连接 你能够得着喜乐与欢乐 所以呼吁在座的毕业生 与这个诗人一样要祷告祈求上帝的脸光照你 他的笑脸影响你 那有许多的这些研究已经开始在发展 有关于这种表情回应的观念 当然在这里不是要推崇这种教导和这种思想 不过他们的基本观念就是一个人的表情 通常会影响另外一个人对他的反应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对你是愁眉苦脸的 我其实会吸引来自你对我一些负面的看法和反应 但一个笑脸确实会迎来一个正面的反应 在诗篇六至七篇我们看到神光照着的脸 这个充满洗了荣光的脸是带来一个正面的反应的 所以我们祈求神祝福我们不单单是为着祝福本身 而是我们期待看到这个祝福带来一个特定的结果 首先我们祈求神祝福我们 使他的脸光照我们 不是为着我们自己得到什么好处 而是要使到神的道路 祝福神的方式神的救赎人的能力能够在世界各地被人知晓 甚至在世界万国各地都被人知晓 这是第二节我们看到的 第二我们祷告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是为了 为了要使万民都来赞美上帝 这是在第三节出现 然后在第五节重复的 但这里我们暂缓一下来思考 这原先祷告 唱这首诗篇的人是谁呢 大家是否感到诧异 这首诗篇其实是旧约的以色列在唱的 当然在学术界有一些辩论讨论 有关于这个诗篇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 是在以色列被掳之前还是被掳之后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首诗篇 在每一个安息日崇拜结束的时候 都一定会被重复一次 这篇诗篇也很有可能是在他们丰收节结束的时候 也会唱的诗歌 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 就反思神在过去一年给他们的丰收 在他们回家之前 这个带着祭司性祝福的诗歌 就会被朗诵被唱诵出来 但是我要大家再注意请问是谁在唱这首诗歌 这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一个不太重要的国家 一个人数不多的国家 就在中东这一块小小的土地上 然后我们要注意 这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在唱这首诗歌 他们是在弥撒亚来临之前 在圣灵被满满的交换之前 来唱这首诗歌 当各位请问这些小小的群体 这群人在唱的是什么呢 他们唱的就是要神救赎性的知识 便传到世界各地 而就是因为如此 他们也祷告祈求 让所有的人 无论什么国家 无论什么种族 都来赞美上帝 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每当这个诗篇在安息日崇拜结束 被唱出来的时候 请问旧约的以色列人在唱的内容是什么 他们正在为你祷告 他们正在为我祷告 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情 在我们存在几百年前的时候 这个祷告已经为我们献上了 你可能可以说这首诗歌 宣教性的使命 其实已经包括了你和我 包括了台湾 也包括了美国 所以我挑战各位 这是你心中的渴望吗 你是否渴望神能够在这世界的各族 各百姓当中都被宣扬吗 当然我要大家去注意 如果你比较台湾的大小 以及以色列的大小的话 台湾其实并没有以色列大多少 我们有点重复 所以台湾其实是以色列大概1.6倍大 你可能现在心里在想 就如当时候以色列百姓也在想一样 你可能在想说 台湾又能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呢 我们是一个小的国家 我们用的资源也不多 这里也就只有这几位毕业生 请问你们我们 我们真的能够导一个 这么雄心大志的祷告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篇诗篇 自然的会影响我们看到神的主权 我们来再看第四节 这里说愿万国的快乐欢呼 因为你必按公正的宗派 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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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说这首组 我们已经说这节经文是这首诗歌的中心 但请问这个诗人是如此以这样子的大胆的心智 满有信心的心智来祷告呢 请问你和我如何能够去祈求什么影响世界的一个结果呢 请问这是取决于你的恩赐和我的恩赐吗 我相信各位在这里受的教导是好的 但请问我们成败的关键是在于我们的老师们的能力吗 还是取决于基督徒的人数呢 不是的各位虽然这些都很重要但它们不是我们信心的基础 The psalmist's confidence is centered on God's just and righteous rule over all nations 诗人的信心是建基在上帝公义的权柄和掌权 It's the sovereign Lord who reigns supreme 这个满有主权的上帝同管这个万有 He is the one who can make his fame cover the earth He is the one who can use us as weak instruments to bring him glory He is the one who can use us as weak instruments to bring him glory He is the one who can use us as weak instruments to bring him glory Not only does the psalmist recognize God's sovereign power over all nations 但不仅仅这世人意识到神在这百姓万国之中是有主权的 但神同时也是以公义和公正来执行他的权柄 I find it interesting that in verse 4 The same verb that i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God leading his Old Testament people out of Egypt is used here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第四节在这里用引导这个字 其实也就正是圣经用来形容神把以色列引导出埃及的同样一个动词 It's the covenant Lord who leads, who guides the nations 这个蒙约的上帝会引导带领世界各国 It's only then that the nations will be glad and rejoice 因此万国才会欢呼喜乐 And so this brings us to our second point of God's covenantal answer 这就是我们来看这第二点也就是神在圣约当中的回应 You see verse 4 is not only the center of the psalm But it's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psalm 各位请注意第四节不单单只是诗歌的中心更是诗歌的转列点 The psalm's first half is this prayer for God's blessing 因为这诗歌的上半部分是祈求神的祝福 Bu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psalm we find this expressed hope or confidence Bold confidence that God will answer Dan在诗歌的下半部我们看到的确实诗人是满有信心 知道神必然会回应 Notice the confidence expressed in verse 6 请注意看第六节所表达出的这种信心 Using this analogy of a harvest The psalmist declares The earth has yielded its increase 请注意看 在这里他用一个庄家的比喻 诗人却是说地已经出了屠场 Again remember that this small insignificant country was singing this song 大家再次记得是这一个渺小不重要的国家在唱这首诗歌 When it was composed 当它被写成的时候 The message of salvation was only known in this relatively small country 救赎的信息只局限在这个渺小的国家里面 A country I looked it up covering 20,000 square kilometers 这个国家只占据两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But notice that the psalmist speaks here in the past tense 但请注意诗人在这里是用过去式来描述 Not just about Israel but about the entire world 他在描述的不仅仅是以色列 而是描述这个整个世界 The earth has yielded its increase 这地 这全世界已经出了屠场 The psalmist speaks as though the harvest occurred already 这个诗人的描述就好像庄家已经产生了一样 Consider that the entire world is approximately 510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大家试想想整个世界占据五亿一千万平方公里 Or if you're comparing Israel to the entire world It's not even one and a half percent of the entire world's area 如果你把以色列跟整个世界的国土做对比 以色列占据不到1.5% And yet this psalm anticipates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across the entire world And it speaks with such great confidence as though it had already occurred And it speaks with such great confidence as though it had already occurred Or他所诉说的方式是如此的有信心 就好比它已经发生了一样 Is this your confidence? Is this your boast as well? 各位 这是你的信心吗? 这是你的祷告和你的夸口吗? Again we might look at our own weakness Our own insignificance 再次说我们可能会看着我们自己的软弱 我们自己的不足 Our few number of Christ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aiwan, in Malaysia, in Singapore 可能我们会把重点放在美国,在台湾,在各地基督徒人数是如此之少 And we might be prone to shrink back in fear 我们可能会感到退缩 To look at ourselves and say It's okay to stay here in my small safe corner 我们会感到说 我待在我自己这个小角落当中是好的 是没问题的 But this is not the mentality of Psalm 67 但这不是诗篇67篇的态度 2 Timothy 1.7 states this For God gave us a spirit not of fear But of power and love and self-control 在提摩太后述一章七节如此说 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And then continues in verse 8 Therefore, do not be ashamed of the testimony about our Lord 第八节接着说 因此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 So graduates, as you commence full-time ministry 各位毕业生们 你现在受差遣开始全职的服事 The message here is not a false message of You can do this Or you got this 这篇诗篇要告诉你的信息 不是那些虚假错误的观念 比方说 你可以的 你自己做得到的 This is false confidence 这是错误的自信 But it's also not a message of Be satisfied with a fearful A small ministry A timid and even nervous ministry Or you need to do this Tant气的态度 来进行你的事工 No, Psalm 67 Is a message of encouragement Great encouragement You can pray confidently For a rich and expectant harvest You can have a rich and expectant harvest You can have a rich and expectant harvest Why can you do this? Why can you do this? Because the earth has already yielded its increase Because the earth has already yielded its increase It is not guaranteed because of your labors But because of God's sovereign goodness and power 而是因为神满有主权的良善和大力 Now the second half of verse 6 And the first half of verse 7 Clarifies more fully Who is behind this guaranteed promise The 6节的后半部分 以及第 7节 更加清楚地向我们描述 这工作后面真正做工的人是谁 We read here God, our God, shall bless us God, shall bless us 这里说 神也就是我们的神 要赐福于我们 In poetic fashion, two things are repeated here 在一个诗歌的题材当中 这里重复了两点 God, repeated as our God 这里的神再次被重复为我们的神 And shall bless us 他必要赐福我们 The first repetition is an echo of the great covenantal theme that runs throughout scripture 那第一个重复 其实在反映着的 就是在整本圣经当中 前后连贯一致圣约的这个主题 I am your God And you are my people 我是你的神 你要成为我的百姓 The God who stands behind this great harvest is not at this distant and absent God He is our God 在这一个应许 这一个诗篇后面工作的上帝 不是一个遥远距离我们千里之外的神 And we are his people 而是一个与我们亲近的上帝 而我们是他的百姓 This is our God who has covenanted with us in his son Jesus Christ 这是一个透过他爱子耶稣基督 与我们建立盟约圣约的上帝 And second notice again the guaranteed or certain answer And second notice again 有一个非常确切的保证 This covenant God will bless us It is certain God will bless us And repeated again for emphasis He will bless us 神一定会赐福我们 在第七节再次重复 He一定会赐福我们 Now I've already hinted at this But the psalm's prayer For God's blessing Now I've already hinted at this But the answer of this blessing For a universal blessing of all nations And the answer of this blessing For a universal blessing of all nations Is direct parallel with Genesis 12 God's blessing to Abraham in Genesis 12 Actually直接反映了神 在创世纪十二章 给亚伯拉罕的祝福 Where God declares this And I will make you Abraham a great nation And I will bless you And make your name great So that you will be a blessing 在这里说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也叫你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You see Psalm 67 is rooted In God's covenantal character And enduring promise 各位请注意 诗篇六十七篇 是间基在神 那不变的盟约上 God's desire His commitment Has always been To bless His people 神的期待 神的心意 一直都是要祝福 To shine His face Upon His people And in so doing His people Will be a blessing To all nations Tou过如此 Tada百姓 就要成为 万国万民的祝福 So brothers Sisters We see today Another evidence Right now In this meeting In this meeting In evidence 站在这里,在台湾,来讲述神的祝福 我们能够一起宣称神是我们的神 我们其实就是创世纪十二章 以及诗篇六十七篇所预期看到的那群人 我们就是这篇诗篇所祷告的外邦人 所以请问各位,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 to this very good news, read again the final words of this missionary psalm 那我再次让大家去看这首宣教性的诗歌的最后一句话 Let all the ends of the earth fear him 愿地的四级都敬畏他 各位毕业生、老师们、家人、朋友们 Brothers, sisters, this good news of God's great harvest a harvest that we are called to work towards 弟兄姐妹们,这里有一个神丰收的合场 是神呼召我们要去工作的 Must bring us to this final conclusion 他应当引导我们来到这最终的结尾 to fear God 也就是要敬畏上帝 to bow down and worship this amazing God 在他面前屈膝来敬拜这位奇妙的上帝 stand amazed and see what God has done 你要站立、要惊叹看到神所成就的事情是何等的奇妙 throughout the hundreds of years that have transpired since the writing of this psalm 在这首诗歌被写成几百年之后 God has never failed 神从来都没有失败过 He's never faltered He's always remained faithful 神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他一直都是信实的上帝 我们纵然会失败 他决然不会 所以各位愿这充满信心的诗篇六十七篇祷告 也可以成为你的祷告 尤其当你在牧雅神的合场的时候 所以确实我们要宣告说 愿上帝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使祂的脸光照你们 然后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来到你面前去敬拜 敬畏你 你是蛮有能力的 我们祈求你祝福你在这里的百姓 当我们看到这首诗歌被应验的时候 主我们祈求你的脸光照我们 为的是要看到神你的荣耀和你的名 遍布这世界各地 如同水遍布海洋一样 我们祈求你这个圣子的名字 我们祈求你 Jones 帮我们圣赴圣子圣灵的名求 Amen 感谢您的观看